孙悟空闹天宫之际 菩提祖师就在现场 他还出言警告了观音 翻阅西游记 最让读者们血脉奋章的 莫过与孙悟空挥舞金箍棒 大闹了天宫 那时孙悟空仅凭一人之力 打得满天出现闭门闭户 为了降服孙悟空 玉帝先让托塔里天王带了天兵天将 却被孙悟空施展神通 杀了个一溃千里 眼见孙悟空难以降服 观音菩萨向玉帝举见了 灌江口的二郎神 二郎神果然非同小可 他在群线的帮助下 擒获了孙悟空 将其扭送天庭 无量 孙悟空练成了一副金刚不坏之躯 还从八卦炉里逃出升天 暴怒之下的孙悟空 挥舞金箍棒 打进了玉帝的通明殿 直到玉帝到圣旨 喊来了如来佛祖 不可一世的孙悟空 这才被压在了五行山下 看着孙悟空 被压在五行山下 无法动弹 不少读者动了侧印之心 我们会不由自主地浮想联翩 倘若菩提祖师 亲临现场就好了 凭借祖师高深莫测的法术 他不仅能击退如来佛祖 还能将孙悟空 从五行山下救出 令人遗憾的是 直到孙悟空在临山成佛 菩提祖师也没有再次现身 吴承恩如此留白式的血作手法 将菩提祖师塑造得极其神秘 惹得读者们纷纷发挥想象 去猜测菩提祖师到底是谁 笔者认为 菩提祖师是某位大神的化身 这位大神在花果山的山顶 放置了一块鲜石 让鲜石立在山头 吸取了数亿万年的日月精华 随着孙悟空出世 这位大神又绞尽脑汁 引得孙悟空飘昂过海 去了方顺山拜师学艺 待孙悟空神功出城之后 这位大神又以一个卖弄神通 作为借口 将孙悟空扫地出门 果不其然 除了方顺山的孙悟空 开始为所欲为 他抢夺金箍棒 扑抹生死簿 最后大闹天宫轰动了三界 这位大神是谁 他就是居住在离恨天的 太上老君 太上老君身为三寝之一 有着毁天灭地的本领 不过在面对孙悟空的时候 太上老君却是 接二连三地 表现出了一系列的怪异举动 那时孙悟空吃了盘桃 金丹吉不能伤 老君却对玉帝拍着胸脯说道 让我领了去 用八卦炉炼枝 必化作灰烬仪 恐怕连玉帝都没有想到 太上老君居然啪啪打脸了 孙悟空不但没有化为灰烬 逃出八卦炉的他 还练成了一副火眼金睛 其实早在太上老君 将孙悟空推进八卦炉的时候 他就做了一个小动作 原来二郎神降服孙悟空的时候 曾用利刃穿了孙悟空的琵琶骨 让其无法变化 可老君却将利刃 从孙悟空的身上取下 再将其推进了八卦炉 更耐人寻味的是 老君身为八卦炉的创造者和使用者 理应对八卦炉 有风无火的迅门了如指掌 可他偏偏留下了迅门 让孙悟空在里面 足足撑了七七四十九天 种种迹象表明 太上老君极有可能就是菩提祖师 他创造了孙悟空 又传授了他一身法术 为的就是改变三级的规则 最后再护送他去灵山成佛 如此一来可以证明 孙悟空大闹天宫之际 菩提祖师就在现场 当时二郎神对决孙悟空之时 打得难解难分 一旁观战的观音看得心急如焚 决定将于静平从空中抛落 这个时候的太上老君依旧耐人寻味 他不但阻止了观音 还从袖子里掏出金刚镯 说道 这件兵器乃昆刚团练的 被我将还丹点成 养旧一时灵气 善能变化 水火不清 又能套诸物 当年过寒关 化乎为佛 事事亏他 早晚遂可防身 细凭太上老君的这几句话 乍听之下平淡无奇 实际却是在警告观音 原来太上老君的那一句 化乎为佛在提醒观音 千万不要多管闲事 毕竟西天灵山 也是太上老君化乎为佛创立的 而老君之所以拦住观音 是担心 郁静平会将孙悟空打伤 原来孙悟空在昊山 曾被洪海尔用三枚真火击败 为了降服洪海尔救出唐僧 孙悟空一个筋斗飞到了南海 让孙悟空始料未及的是 观音的郁静平里装满了海水 以天生神力著称的 孙悟空竟无法搬动 如果当年观音真的将郁静平 对于这个考虑 太上老君这才急忙制止了观音 并说了一句 化乎为佛震慑了在场所有的神仙